近期张柏芝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 可以说是非常励志了 作为一个40岁的女演员 能和一众30岁的唱跳歌手们进行同台竞技 不得不说张柏芝真的是非常努力了 除了她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外 大家更为关注的却是张柏芝的身材 虽然在舞台上呈现得非常完美 但是一旦到了线下 张柏芝看上去就让人感到十分意外了 前段时间谢霆锋做客VR的直播间的时候 快看她画风和我们不一样陡然一转 说起出轨不能忍 说者有意听者更是有意 并且这句话直接关联张柏芝 将张柏芝的陈年往事送上热搜 网友们猜测这才是谢霆锋当年和张柏芝离婚的原因 而并非因为官宣的性格不合 近期网上公开了一组张柏芝在拍摄广告海报的视频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张柏芝身穿白色的露肩长裙 展现了自己完美的身材 虽然张柏芝整体看着还是非常瘦小的 但是当镜头往下移的时候 张柏芝的肚子却是让人难以相信的 可以看到张柏芝因为是穿着紧身长裙 所以身形也展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这骨气的异常突兀的肚子 看着让人很是吃惊了 虽然能理解很多女明星都存在小肚男的问题 这在普通人身上也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在张柏芝身上却是极为少见的 毕竟张柏芝的身形一直都是手下完美的 哪里会产生小肚男呢 有人深挖到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当初的离会协议 上面赫然写着 张柏芝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情愿放弃三亿财产 而谢霆锋按年 而谢霆锋将按年付120万抚养费 并将之称为两人离婚后 并将之称为两人离婚后共同抚养孩子 名言人都能看得出来 孩子是张柏芝一人养大的 谢霆锋所谓的共同抚养 只不过是给了抚养费而已 并且在张柏芝带孩子的同时 谢霆锋和王妃正陷入复合的热恋之中 两人一起像老夫老妻一般 喝茶煮饭弹琴 还一起在滑雪场上畅游 不知道多快活 难道天体下所有的男人都觉得 只要花了钱就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吗 而且单单从这骨气的程度来看 也绝不是用小肚男可以解释的 看着更像是怀了孩子一样 四胎的迹象非常明显 因为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之后 就再也没有透露自己的感情现状了 在2018年末的时候 张柏芝更是官宣生子 也就是第三胎 真的是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了 而对于第三个孩子的生父 张柏芝一直都是三肩其口的 对此也不愿意去透露 但是在外界的形象中 张柏芝却一直呈现出一种 单身好妈妈的形象 所以感情状态也疑似是单身的 这也让人非常迷惑了 如果说这次真的是怀了四胎 那对于张柏芝的名誉受损的影响 将会是非常大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张柏芝只是一个生育机器吧 张柏芝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 因为组队这件事被很多队长拒绝过 因为张柏芝虽然很美 但除了美 似乎很多方面都有所欠缺 声音不好听 是公鸭嗓 跳舞没有经验 怎么练都没别人有感觉 所以为了整队组合的排名 队长不敢选张柏芝 甚至有很多网友在网上直言 赶快退赛 张柏芝也备受怀孕的争议 当时张柏芝在亮相线下活动的时候 虽然是穿着宽松的衣服 还披上了外套 但是这肚子的突兀感 真的是让人很难去忽视 这个略微鼓起的肚子 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只能说这样的张柏芝 看着还真的是有种怀孕的迹象了 但是那时候的张柏芝 则对此进行了一个否认 直言自己并没有 但是网友却不会相信 毕竟在张柏芝怀第三胎的时候 也有媒体拍到张柏芝一次怀孕的照片 但是张柏芝却对此极力隐瞒 直到小王子出生一个月之后 在满月的好日子才向大众公开 不得不说张柏芝的保密信 也是做得非常好了 所以大家也对此议论纷纷 很多人觉得张柏芝就是怀上了第四胎 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向大家公布 也有网友认为张柏芝是真的变胖了 才呈现这样的效果 张柏芝确实做过很荒唐的事情 但在做妈妈这件事上 谁都不能说他半句不是 在单亲妈妈这条路上 张柏芝又当爹又当妈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牵着一个孩子 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 谢挺风说过 很感谢张柏芝 每在孩子面前说过他的坏话 但是在孩子们心中 谢挺风只是可以用 他来代替的一个人 之前有记者采访了 张柏芝的大儿子路克尔斯 谈及到谢挺风的时候 路克尔斯表示 我不后悔妈咪和他分开 他配不上我妈咪 我跟弟弟很少能看见他 因为他很忙 我生病了 弟弟发烧了 只有妈妈陪我们 路克尔斯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一句爸爸 所有的爸爸二字 都只用了一个他来指代 想象当年 当一家人出现在大众事业的时候 都是张柏芝抱着孩子 谢挺风 只顾自己 装裤耍帅 而且在谢贤宣布自己的遗产 将留给孙子们的时候 谢挺风大怒 是张柏芝站出来 说自己能养活孩子们 不会让他们吃苦受累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张柏芝哪怕工作上 有再大的阻碍 网上有再多的骂声 他也要坚持下去 因为他是孩子们的靠山和依靠 是孩子们的天 如果他倒了 那孩子们怎么办 而在这次的事件之后 张柏芝则对此进行解释 直言自己是在穿裙子的基础上 内里还搭配了非常宽松的裤子 才会呈现出这样怀孕状态 以此进行否认 但是这时却有网友指出 每次浪迹二公演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只拍张柏芝的上半身 特别是对脸拍摄 对于张柏芝的腰肢则有意避开 所以浪迹二的节目组 也有种在故意保护的感觉 所以这个观点提出之后 大家就更是担忧了 毕竟张柏芝都已经40岁了 怎么样也是高龄产妇了 如果生育将会非常危险的 还是希望张柏芝可以健康平安的 别让孩子拥有一个缺失父爱的童年 别想着用钱弥补 钱对于孩子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可能这样是有体会的女性太多 所以理解张柏芝不容易的人 也越来越多 希望每一位父亲 别把对孩子的责任都交给母亲 孩子需要的是父母 不是只有母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